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个工具呢 是用来做扩图 这个扩图这个需求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 这是一个需求比较普遍的 这样一个工具 还是比较有用的 它这个工具在那个Github上的那个页面 找了半天没找到 当然也不是太要紧的东西 我们直接看工具就行 那么这个工具呢是19.2G 然后这个下载之后呢 大家直接启动 这个稍等一下 它加载一点模型 这个工具的对配置的要求不太高 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使用性能也是比较方便 好 这边启动了 点一下 这个是使用界面 比较简洁啊 咱们就不多说了 然后直接来做例子 下面四个例子啊 我们点一个 这张图片呢是飞船 在太空当中啊 然后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下面这一项呢 是填这个提示词啊 就是你扩展之后的想要什么效果 当然我们这边先不填了 下面是选这个图片的比例 扩展之后的比例 那么这边呢是扩展方式啊 就是把这张图 把它作为一个什么样的方位 这个选这个在中间啊 那么这边 这张图呢 就会作为中间的图片啊 然后像两边去扩展 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其他呢 待会可以大家选一下 然后这边是高级选项 高级选项的话 大家看这个啊 你这边可以修改这个尺寸嘛 这个大家都了解 这个就不多说了 部署 然后呢 遮罩覆盖 这个呢 就保持默认就行了 不用改 这个呢是对这个输入这个图片啊 去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这边呢就不调整 输入多少就是多少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收起来 点那个开始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跑完之后的结果啊 它这个速度呢是非常快啊 这个项目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有个逐步的一个变化 这个出来了 百分之百了 大家看这边有个条可以拖是吧 这是它原来的图片 这个是扩展之后的图片 呃细节上来说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而有一些很细微的变化 假如大家对这个细节不太满意的话 那么你可以重新去运行 反正每次都是随机的嘛 得到一个随机结果就行了 然后这个下面呢有一个按钮 这个点下呢会把这个生成的图片作为一个输入 然后再去进行扩展 然后呢我们再来画张图 我们用一下自己的图片 就这条狗子啊 这条狗子呢我们来运行一下 还是把它放在中间 稍等一下啊速度很快 这个就马上运行完毕了 好了 这是它扩展之后的效果 还是非常棒的 这个在中间 那么我们把它的位置调一下 调到这个左边 就是这个图呢在最左边 然后向右扩展 大概是这样 到这边呢我们输入一个词 海吧 好运行 我们看看这个海这个效果能不能做出来 这个图片是在最左边啊 看一下好像是有海是吧 出来了 这个就是扩展的效果 那么这边是海是吧 咱们刚才输入的 这个效果有点意思啊 其他就没有什么内容了 呃大家自己试吧 反正这个工具呢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啊 效果还是不错的 大家拜拜 我对你去吧 相机的